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跟外人互动的事情 像刚刚讲的国军来了我们服务国军 观光客来了我们服务观光客 那观光客什么时候离开 什么时候离开 看到马祖人的生活 看到马祖人储备自己的饮食 包括我们在酿酒 包括我们在在鱼干等等 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会感谢尽天尽地 感谢我们这一年的工作 摆明就是马祖人过元宵的一个特殊的说法 它就是马祖人为了酬谢神明 将这个食物摆在庙里面 摆一整个晚上 那么一个晚上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马祖这么多这么多间的庙 我们在早几年的一个研究里面 大概有66间的庙 每间庙不只送不只半一次 所以在这个元宵就正月的 这一整个月的期间之内 马祖每一个地方都在摆明 所以你如果那个时候来马祖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村庄 他为各村仇自己各村 而是每一个村庄 村庄之间的神明还会做互动 还有中央无形组的 李满元组长 我的组长认识十年了 他给我的指导非常的多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 真正非常辛苦的科长 健雄科长 还有一位是我们常会的 副研究员 我跟你还不认识 可是等到明年你来参加 好 好 今年年初元宵节的时候我们局长带了学者专家来实地看了摆明这个活动 整个台澎金马大概也 现在列为国定的重要民族大概有十七项 整个国定民族能跟台澎金马人的生活呢 是结合在一起的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重要民族 那我们也希望马祖有一个国定民族的产生 那因为 到目前为止 好像你们只有登陆一个民族就摆明 所以去今年年初 才会祖宾来看这个活动 靠各位努力 在未来可以达到这个层次 那也说需要大家的努力 摆明文化记 那我们这个简报的大纲也包括了两个部分 就是我们主要观光客 就是在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摆明的翻译成白话就是 那也有在我们北竿摆明那个 我们的公旗行李 就是也是我们有 那我是文化部文化之四项民族活动 我们就会从这里面呢 不管是县市政府的推荐 或者是各地的朋友呢 独立运作 里面有许多相当重要的祭典仪式的环节 比如说挂灯啊 仇神啊 绕境啊 石斧啊 等等 那目前呢 保存在各地的民族内涵